第五高的建築物 8萬塊 哇 天啊 腳好軟喔 Oh my God 它在逛 Why? 哇 親眼見到感覺不一樣耶 我今天要飛回去了 蛤? 第五高的建築物 訂好機票 訂好飯店 送它出國玩 不好意思 等一下 你不要去 好難過的感覺喔 蘋果在這 啊 到了 第五高的建築物 生日快樂 啊 太強了 大家好 嗨 我自己踢到兩天 來韓國玩 先探路啦 所以 希望 她的這次的生日禮物 她可以很開心 她的微微的飛機 已經準備降落了 我等一下就在這邊 給她一個驚喜 沒想到是你 你有拆桶嗎 我沒有啊 因為她一直跟我講說 你要自己找行程 然後你要自己 就是拍出好看的影片 所以我想說 應該是接我到飯店 沒有想到既然是自己的人呢 那就安心多啦 那有什麼好怕的呢 你現在要去做PC啊 哦 對對對對對對 因為 目前 就算我有滿三季了 但我還是得要去做 72小時內的PC啊 所以我還要做PC啊 OK 那樣就完成了 好 我們現在坐機場捷運去市區 Obo 我們的送禮主角 哲哲醒啦 嗨 嗨 韓國人空氣如何 還不錯 天氣晴朗 然後我有聽啦 就我們小幫手說 你幫我安排了兩天的驚喜之旅 但是還是有兩天是 是需要我自己 就是規劃的嘛對不對 阿玉有沒有在韓國啊 沒有 那個莎莎跟阿玉沒有 但麗穎在韓國 喔 那你就可以安排去找他 沒錯 沒錯 看 在這兩天有小幫手在你的時候 你就先帶你去找他這樣 喔 是喔 什麼意思 嗯 你說這兩天的時候 帶我去找莉莹嗎 對啊 這樣子比較安全啊 喔 那後兩天呢 最後兩天呢 就自己再安排啊 好 OK 好啦 還要跟你說 那我現在跟 你不要再跟我視訊了 你要去韓國 你第一次的 而且我沒去過 你要帶著我們 跟觀眾一起去體驗韓國 我不要再跟我視訊了 不要浪費那個畫面 叫我這邊了 就這樣 經過了小段時間的休息 然後我現在呢 走在什麼 宏大的什麼 步行街 欸 你看 這個真的是 韓劇裡面 就是我常看到的 那種 路邊攤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 一個小小的餐車 然後他們有賣那個 魚板啊 然後那個年糕 哇 親眼見到 感覺不一樣耶 如果大家對於 就是我在這次韓國旅行的 一些照片 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我的Instagram 就看到這些照片 喔 好的 那我們剛剛吃了一點小點心 之後 我們又走走走 然後去捷運站 然後捷運站 捷運站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的地方是 世界塔 然後聽說這個是 世界上目前 第五高的建築物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已經有買票可以上去 做一般的觀景 那它其實中間有一個 就是兩棟大樓中間有一個橋 那個東西是可以 好像是可以體驗的 如果可以買得到票的話 我就去走走看 都來了嘛 對不對 都來了 然後我們先去 Check我們的票吧 然後他說這個是什麼 有三項金式世界紀錄 第一個是最快的雙層電梯 第二個是最高的透明走廊 就是透明那種觀賞步道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最長的運輸距離 這個我就不太知道是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到達電梯門口 我們就上去 發現這裡有點暗 到了耶 我們要到 117層樓 只花了60鈴 釋放景之後 這是我剛剛跟大家說的那個Sky Bridge 沒想到呢 他們說5點 就是我們剛好在5分鐘之後 我就可以去走 那個120層樓的空間 然後這個花的費用 是一個人8萬塊 他給人圍套這個 好突然 試駕很突然 他給人圍套這個 GoPro GoPro 好 好 很可惜 我們GoPro沒辦法上去 但沒關係 我用手機幫大家記 他現在幫我扣在了我的胸前 所以我的拉的四角沒有很好 但我等一下會盡量 盡量帶我走上去的話 那給你們看 然後等到可以自由用手機了 手機 畢竟還是安全為上囉 畢竟 我不喜歡我的瘦子 就是你知道嗎 生日電機日 喔 到了到了 喔那是我們等一下要走的橋 但是我們還要繼續走上去 Oh my god 就是你走到橋中間之後 會有一個人幫你拍張照 在這個塔的555公尺的高度 哇天啊 腳好軟喔 Oh my god 他在逛 Why 他在搖前面的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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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我完成了 剛剛他在那邊 就是你每一個人去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邊踩那個橋 那個橋 是有點類似釣橋的結構 喔 要一起回去那個橋上 掃碎褲 哇 有了 就是要這個 另一邊是不同的景色 超級無敵值得的 你們如果 有一點時間來這裡的話 然後你有報名到的話 我真的很想給大家歡迎上來 因為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放 大家所有人站在上面 也都沒有那種 令人抖抖抖抖抖的那種 害怕感 我覺得很棒 啊 還要裝個害怕的表情 然後我自己講一下優缺點好了 在上面講 因為他上面 優點就是他在上面的時間 非常的長 至少有3到40分鐘以上 就讓你這樣子 可以坐在這個上面 那這是透明的 可以坐在這個上面 你可以站在上面 你可以在這邊 在這個空橋 上面就是走來走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超值的事情 這個視野 超級無敵不掉 然後我超級喜歡把腳伸去外面 這是我給自己 最棒的生日禮物嗎 是一個挑戰 我下來啦 整趟旅程都超棒的 當然因為剛剛比較趕的關係 所以我並沒有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剛剛搭到117層樓之後 你還可以再搭手批上來 118層樓 這邊會有一個 就是透明的那種 步道 景觀步道 大家看了前面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普普通通啊 就是難度變得Easy Easy了 我也是真的覺得 我要給自己就是掌掌聲 就是我自己打破了自己的 高空步道的那種 新的高度紀錄 好開心喔 那就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來到這個 世界塔的話 可以來體驗一下 但是建議大家先預約 我今天蠻幸運 終於開始消費了 買了兩件 買了一件衣服跟一個帽子 然後這我會在第三天的時候 傳給大家看 開心 然後我還有鎖定前面 還有一件衣服店 走 買起來 來 等著說沒有睡衣 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現買一套 舒適的睡衣 穿不就好了嗎 哲哲 OK啦 沒有準備就是為了 讓我買更多的新衣服嗎 不容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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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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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是為了要拍這一盤 我剛剛是為了要拍這一盤鮮 它是那種深的鮮 然後我剛剛覺得很稀奇 就是人真的第一次嘗試它 它會到底不是屬家的味道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類似辣版的鮮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 又進入 中間鮮 好緊張喔 怎麼辦 用力吸就對了 真的假的 就用力吸 很像海膽的感覺 這個呢 看似很像雞肉炒 豆芽蛋 這玩意的叫做安康 很輕便 提示貼上安康的造型 這是個安康 這是個安康 最後的這台 用心的享受這一盤 我希望沒有吃 它吃起來 對 我剛剛咬下去 我第一口以為是雞肉 但是它又比 因為它有彈性 它整個咬下去是 啾啾啾啾啾 比外景玩的那種彈性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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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享受晚餐 好的大家 那麼呢 我的第一天 韓國之旅 我覺得非常圓滿的結束了 然後現在呢 也已經是 韓國的 3點52 怎麼可以摸到這麼晚 好 不管怎麼樣 跟大家說 明天早上見 旅途好康插播 因為這次在旅途過程中 我還要去拍現在韓國很流行的 大頭貼機 我想要抽幾份 抽三份給各位觀眾 也有一張是我要自己留作紀念的 要怎麼參加這次抽獎呢 記得按讚這部影片 並且分享出去 然後在底下留言 黃師兄立委為生日快樂 並且留下你的email 就看一下這次的抽獎啦 希望可以抽中你 早安 今天是韓國第二天 因為我們今天要換飯店 我們要去住一個 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很符合當地文化的韓屋 但是我想說 我應該是直接就是出門的時候 再開始拍今天的行程 那我要抱怨一下這件事情 昨天不是哲哲已經告訴我說 就是他沒有幫我帶太多的衣服 要我自己去買嗎 我自己去買當然OK 我也買了對不對 只是呢 我剛剛發現 他幫我準備今天這套 然後問題是在於 等一下 這不是我的內褲啊 這兩隻都不是 哇 他拿他的內褲給我穿 是發生什麼事了 OK 我傳了一個東西給你 看什麼東西給我 你看一下 好突然 是什麼 看一下回程的日期 喔 回程是從 首爾 日期我找一下 那幾是今天 蛤 那幾是今天 那幾是今天 我今天要飛回去了 兩天一夜之旅 太短了吧 我們要在韓國待呢 蛤 太短了吧 我還跟 我還在這邊約 約立影說明天 要拍別的影片耶 認真是認真的 真的啊 什麼啦 大費周章的 然後 等一下 不是跟我說好 是四天三夜嗎 蛤 什麼意思 你不是跟我說 是四天三夜的韓國之旅嗎 喔 有這回事嗎 你要上網查查看嗎 我剛剛看到你 你去上網查一下你的航班啊 我剛剛看到你 你給我的機票是 到今天啊 今天晚上的 八點的飛機 啊 被發現了 那麼早就被發現了 哇 什麼意思 欸不是你四天日快樂 你的生日快樂 你的生日快樂就是 韓國兩天一夜的吃魚 所以我等一下 逛完這個 吃飯午餐 我就要去機場了嗎 對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改回 原來的四天三夜是不是 一定要的吧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航班 能不能這樣改 因為你知道 就是這個 那就 麻煩 麻煩我們全世界最帥的 哲哲幫我處理航班囉 好嗎 不要嚇我 真的不要嚇我 好好好 那我等你消息喔 最好是不是有改到喔 不然我住宿要怎麼辦 我現在立馬要怎麼住宿 如果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住宿 真的沒有住宿 所以我們要住韓屋 昨天一直問我 然後我就隨便查了一個韓屋 然後跟你講說 要住那裡 因為這是一個 讓我這個壽星七上八下的心情 就是一下很開心 然後一下也有點難過 然後現在又很開心 然後又要很難過 好 這個嗎 這家很酷喔 Netflix上面的世界早食 哇 這個大廳 我現在打算很難過 你覺得就很難過 我現在打算太多了吧 我現在打算太多了吧 今天是測驚 測驚 測驚 哇 沒有錯 這就是我前幾天跟大家說的 我要來吃生章魚了 活章魚 然後我們找了這一攤是69號攤 然後老闆娘會講中文 所以如果你比較擔心 像我自己就是一個比較害怕 語言溝通的人 來這一攤 要點那個活章魚就還蠻容易的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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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嘗試第一口 嗯 好吃 生章魚的嘗試成功 沒有想像中那麼 那麼恐怖 我覺得好吃的 逛完了廣丈市場之後 我們現在又要下他的捷運 來他的禁服工 那想到禁服工的話呢 就會想到說我們等一下要去穿韓服 好開心喔 OK 那我們現在去一個叫做 Hongongman的一個 韓服店 那我覺得有點 郵語耶 因為他不像那時候我們去日本穿韓服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人幫你量身服 就一套他們弄好 你知道自己來耶 那我們想說哪裡怪怪的 你看這個 我發現太短了 那我們就問了一下 然後就說 這個是給小牌子穿的 好 好 然後現在把它關下來 我們要再去重選 太蠢了吧 完成了 這是第一次穿韓服 想要穿完整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的是禁服工 然後那邊有個光畫門 是不是 但是我已經覺得這邊很有感覺 現在這個太陽 啊很好看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拍照 然後拍出好看的照片 放在我的Instagram 今天沒有杯 太幸運了吧 直接鑽到門票 大家都去哪裡拍照 我要留一些影 怎麼還沒有水呢 好好吃喔 正養的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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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養魚了 我不是海王 好 你好 爸 你好 你的來電 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就是 我相信你是要帶來給我們好消息的對吧 沒有 沒有耶 我現在是要跟你說 你得趕快速度 我的地方趕到機場回來 冷靜 沒有 沒有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求我們的 我們是不是 那所以我是幾月幾號的飛機呢 明日 星期五 也是就是後天 還有會前 好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哥哥 歐巴 男生的哥哥是 不會講韓文 本來想講韓文 好 掰掰 耶 我又可以再多了 兩天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韓國型生日禮物的前兩天 那這一集會到這邊結束 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我之後 後面兩天拍的一些東西 後續會再上傳 大家如果 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 感謝哲哲 感謝整個團隊幫我用心策劃這一次的 生日禮物 真的是很開心 那麼 也祝大家 就是 也不對 是你們要祝我生日快樂 那麼 王兄兄弟讓我們當個有溫度的人 下次見 掰掰 好 你可以跟我的YouTube朋友說 嗨 嗨 這是我第一次來 來韓國 真的嗎 台灣 台灣 謝謝 好美喔 這樣爬得滿身都是汗 我還要多留幾張照片 這個不行 一定要多留幾張照片 真的嗎